就是一個挑戰 現在這樣子的角度 我必須要拿比較平的桿子 把它拍滾出去 好,我這邊有準備一個54度 來吧 這整個看不見 直接這樣直上直下給它剁下去 打出去 還是有一個位置 好,來囉 哈囉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三陰高爾夫球練習場 這邊旁邊附設了一個短久洞 我告訴各位 非常適合初學者 如果你還沒有下場的話 可以先來這邊體驗一下 就是下場的感覺是什麼 那如果說你已經有打過的球友們 也可以非常考驗你的短桿 這邊的平均距離大概差不多70左右 每一個洞都是三桿洞為主 九個洞乘以三 27桿 你能夠打到27桿來講的話 你的短桿肯定是非常厲害的 我就來測試一下自己 我九個洞呢 我可以打幾桿 比較有草的地方去做灰桿 因為如果說一般啊 你們用這個他們的墊子的話 其實會比較好打 但是就沒辦法去體驗打到那個真草皮的感覺 好,第一個洞 我剛好先偷練一顆啊 已經打到國嶺前面了 我現在就正式好不好 九個洞 開始 這一洞距離大約差不多 六十五左右 那我現在用的是 五十八度 那我今天的目標啊 我希望打兩個ONDER就好 也就是 兩隻小鳥其他都怕 OK,稍微短了一些些 好,走 已經在國嶺邊啦 一般球友啊 有時候都會 硬切而硬切啊 其實 你能夠推的話 就推 因為其實已經很平了 OK 我正常推的話 我會脫手套 我就直接來吧 抓個兩推就好了 不用特別的拼 欸 完了 這跟我想像中不一樣啊 我之前來帶學生來打 這邊的國嶺 一般來說 會是比較慢的 今天特別的快 每一個人的快的感覺 跟慢的感覺啊 是不一樣的 好 這樣子要打兩個ONDER 會有點困難的感覺啊 欸 就到了 好 第一個洞 三桿 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很多 就是初學者一開始在打下場的時候 在推桿的時候 都會一直想著 就是每一桿可能都 比較拼的方式去推 那你就有可能會打到 三推 所以其實一開始不要去想著 你要一推就進 你就是抓著 你就是抓著 一兩推 作為保守 這樣子你可以省下很多的甘素 好第一洞打帕啦 第二個洞 也差不多是 六十五 快七十 這邊有一點點 我一樣拿我的五十八 好 洞邊 這球好耶 有了 有小鳥了 有辦法小鳥了 這一桿啊 在我的洞邊 好的 來 非常的近 通常啊 打帕 像剛剛第一洞 很長 打帕 會近 有時候這種短的 反而要抓鳥 不會近 是不是 那這裡國嶺的這個素質啊 其實算是 不是這麼的好 但是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還是可以拿來練習的 好 兩桿 小鳥一隻啦 好 來 來 有一點點 稍短呢 但是也OK 有時候如果沒有那個桿地幫你擦球桿的話 一般我們自己打 其實就可以這樣腳敲一敲拍一拍 讓那個灰塵掉下來 不是灰塵啦 那些土 這看起來 OK 直打就可以了 國嶺啊 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好自己的速度 判讀其實是一回事 但是你速度感 抓得到都很重要 啊 三桿 好的 所以現在成績來到了 帕 小鳥 帕 第四棟 我拉到比較後面 它這邊有兩個梯台 我拉到比較後面的位置來 那距離也是差不多 六十五 後面這邊的草比較好 OK 第四個洞 這個感覺現在有一點點逆風 我一樣還是拿我的五十八度 方向不錯 大概短了 兩馬 又是一個小鳥的機會 目前呢 我都算是趴岸 趴岸就是 對 就是標準竿上國嶺 這看起來很有機會啊 這看起來很有機會啊 直打 直直的 兩隻了 兩隻鳥了 好下一棟 這裡的草有一點點 像這種地啊 你自己就要打得夠準 不然 你就會直接挖青蛙 這個很短 這個距離才 也差不多五十左右 好 一樣拿我的五十八度 OK 啊 完了 我這球打薄了 停 喔 這球不一樣 剛剛有沒有聽到 叮一聲 我打過頭了 來來來 剛剛啊 這顆球啊 我的感覺啊 就是因為那個地啊 比較多的土 所以我就很擔心打身 自己就稍微拉了一下 這個打薄 這個打透 或不有點過頭啦 我來我來找一下 如果正常情況 找得到的話 以規則來講 欸 有有有找到了 在這在這 好 以正常情況來說 我們找到 就必須要打 喔 那 有的時候 我們選手 因為去已經知道說 後面不好打 會選擇就是 假裝找不到 但是當然這是 不建議這麼做 因為你找到還是要打 好 那現在我已經找到了 那 因為這個網子是人微的 我用一個正常的灰桿情況下 如果會碰到網子的話 我這是可以免遺求的 但我覺得其實 OK 還好 沒事 這是一個挑戰 好 現在這樣子的角度 我必須要拿比較平的桿子 把它拍滾出去 好 我這邊有準備一個54度 來吧 這個整個看不見 直接這樣直上直下 給它剁下去 打出去 還是有一個位置 好 來囉 衝衝衝衝衝 很好 出來就好了 我剛剛還在想說 可以打 安的 這一棟 要救我的 第三竿 要救我的 沒轉 好啦 我的第一個 Bogi Bogi誕生了 那麼這一棟其實很短 大概40而已 那我在這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時候短竿這種東西 不一定要去想著你每一次都要讓球飛起來 我的概念是說 你不一定要去打一個高高起來的球 五十六度去選擇要打這40碼 其實如果你在沒有把握會球飛起來情況下 你可以拿大號一點點 那打法的概念變成是比較是拍滾 我的形容就好像是一個短竿的一個概念 就是切短竿 然後讓球滾上去 你看我現在刻意故意拿劈桿 那因為前面也沒有什麼障礙 所以 好 我就是給他這樣用拍滾的小招 然後讓他這樣子跳進去的這種感覺 有沒有有沒有 就這樣子拍滾 滾進去 當然正常情況 我是不會這麼做 只是給大家分享的一個 比較簡單方式 比較並不會失誤的一個方式 拍滾讓他跳進去的這種感覺 又是一個小鳥的機會了 小鳥 這個有一點距離啊 但是 看起來線是蠻好的 直打就沒問題了 轉 這邊有 旁邊有鵝啊 就怕 剛剛這推的有點大了 好的 兩推搞定 哇 小鳥 那剛剛打短我這邊到騎子的距離 大約還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差不多九碼的距離 小小的上坡 從Edge到邊邊大概還有三碼 所以呢我現在用的是劈桿 那我感覺我的感受就是拍大概三碼多接著讓它滾進去的概念 不要去想著要去把它給這樣子切高切起來會比較容易失誤 OK 所以設定球在中間 重心靠左 往前這樣壓一下讓它切滾就好了 進 進 喔 邊邊 好 一般來說 大家都會說OK 但是 就是養成習慣啊 因為有時候 畢竟有些 業餘的球友會參加一些球隊的比賽 他們還是會規定 要把它推到進 所以養成 還是要把球盡量推進去的習慣 但是有一個重點 如果你真的是打太慢 又打很差 跟不上前面 還是建議人家說OK 你就把它拿OK 所以其實OK有兩種意思 一種意思是 他相信你會進 另外一種OK 他是覺得其實 你已經打太慢太久 趕快OK拿起來 往右跳 停 就到這隻小鳥 好不好 距離剛剛好 這土有點點 糟 但是不要緊 因為在正式比賽的時候 大家人人都一樣 不要去怪球場的不好 在真正的比賽 大家都是一樣的球場 好 進吧 啊 微微是左邊 好 沒事 去吧 OK 最後一洞 現在是負一嘛 對不對 最後一個洞 來吧 去吧 去吧 停 有一點點 一點點應該看 是岸上國嶺 我們只能 就是看這一推有沒有辦法小鳥了 完成我今天的負二就滿意了 跟我其實一開始 我是想負三 但是跟我一開始想的一樣 是負二 我就可以接受了 這樣 真的坦白講 也許叫老虎五隻 你叫他要抓 我覺得老虎之來的話 頂多 五到六隻吧 六隻好了啦 我猜的啦 你叫他全部都兩桿 我是不太相信 好 來 我的最後一個機會了 進 進 沒關係 這代表什麼 就是啊我還有進步的空間 我下次給自己再來挑戰 直到能夠怎麼樣 打五隻小鳥 對 Luis Paul